大家好,欢迎观看千大吃货的烘焙教程 复刻芝士脆脆的教程来咯 口感不敢说一模一样 但是八九分的接近还是有了 原版的我只留下了这么一点点 它整体的膨胀度非常好 表面芝士看起来还是比较多的 内部有空心,口感非常脆 自己做的呢,因为烤箱问题啊 饱满度可能不够 烤色呢,会更深一点 但是肉眼可见的 芝士非常多 内部组织也是有口洞 口感也非常的脆 好吃到停不下来呢 末末点心鸡的这个芝士脆脆 是有点咸味的 所以说配方上的盐是不可少的 黄油,今天正好家里又有盐黄油 所以盐的部分我就没有放了 但是配方上的盐料 建议大家还是要放的 毕竟一般家里还是使用无盐黄油居多 除卡夫芝士粉之外 其余的材料全部混合均匀 使用打蛋器混合会更快 我一般大批量制作的话 喜欢使用厨师机的K浆 会比打蛋器还省事 我试了好几种芝士粉 最后还是留下了卡夫的 加入芝士粉混合均匀后 脆脆面糊就做好了 流畅度算是中等 下面就是重点了 表花袋的剪口一厘米啊 拿尺子标注好是最好的 这个尺寸下挤出来的脆脆 是最接近原版的 第二个重点啊挤脆脆 挤的手法是挤一条后 不要用表花袋压断 而是挤一条后 我们要轻心的往后撤表花袋 让它自然断裂 这个需要练习一下手感 刚开始肯定是不太熟练的 挤久了 这个手还挺累的 挤的时候还要让每条脆脆 保持一定的间距 这个配方的量 30乘以40厘米的烤盘 大约可以挤4盘 烘烤的参烤温度 风炉150度18分钟后 转120度6分钟 未烤透的状态 温热下掰开 掰不断 而且中间偏软 这个就是挤太厚了 烤好的脆脆呢 温热状态下掰开 非常脆 中间有孔洞 冷却后 密封保存即可 红卷 温热 温热